你要不要给我猜一下 是因为你们2019年合作过CDR做 对他没有用这么白痴的语气 这是我的 我的位置啊 位置啊 位置啊 属于我的位置啊 位置啊 在哪 或者是在荒原上的异乡人 被这个世界给接受了 等等 有时候你觉得你自己不被认同 可是感受到好像被理解或认同的 那个当下会有一种 很幸福很珍贵的感受吧 这好像又是一个灵性之路了 搞得好玩爱传教 没有了 观察 生活 所以后来我就只要去借我朋友的猫 叫松松叫他叫 对因为他就是很爱讲话 所以前面那个其实是借来的 因为我原本的猫就是被我换教 就是太不OK 请听书所请听的声音 大家好 我是主持人继瑞 今天的来宾呢 其实我上个月听到他的现场演唱 我就觉得 哇完全就是好迷人的歌声啊 非常欢迎我们今天的来宾叶瑩 哈喽 哈喽 我一开始说 我听到你的歌声的时候 我一开始听到的时候 我就觉得你的声音是很迷人的 你自己有这样被夸赞过吗 自己讲就不好意思 大家说疗愈 之类的空灵 这一类的词 对 很空灵 这张全新专辑叫做 活得像自己的名字 是因为你觉得自己活得像自己的名字了吗 还是你觉得你还在这个路途当中呢 因为我觉得活得像自己的名字 就是活得像自己 嗯 但我觉得每一个人钟情一生一定都会有 某些时刻是需要开始探索这一部分的 嗯 对 所以对我来说 它就是我的愿望 然后我想要做的事情 我想要成为的样子 嗯 嗯 是你想要成为你自己 对 嗯 所以你才取名这个专辑名称 你当初有想过其他名字吗 没有欸 我很确定我就是要叫这个名字 很坚定 觉得要这个名字 对 这张专辑你花了三年来完成 你这三年做了哪些事情 词曲啊 然后包括大部分的编曲 然后制作 其实都是我在处理的 然后也邀了不同的制作人一起加入 还有世界各地的乐手 嗯 因为这张专辑其实 疫情期间 虽然说就是 嗯 后来 后来有比较好 但是其实我们有经历过那个 比较封城阶段之类的 对 所以 所以我在那时期就是 开始跟很多乐手就线上工作 然后就越早越远 有找到挪威的啊 以色列的啊 南美洲啊 还有南意大利啊 等等的 有一些是我的朋友 然后有一些是我想要这个乐器 然后我再去网路上找 把他们就是加进来 我的专辑里面 嗯 我觉得后来回来看这件事情 我觉得很幸福是 虽然说好像世界有一种就是 彼此的那个停滞 或者是无法到达彼此身边 嗯 可是在这张专辑里面的音乐画面里面是 跟世界同在的感觉 是把世界连在一起的感觉 对啊 我其实很喜欢你这张专辑的编曲 真的 我觉得有很多的细节是很用心的 而且是你听的时候你自己会有很多的画面 对 其实你的歌曲会一直让我想到一个地点 什么 青藏高远 真的假的 我一直好想去 我常常一直想到这个画面 嗯 我们先来介绍到第一首歌叫做 谢谢你总是让我伤心 嗯 其实这首歌最近一直在我脑海里反复的围绕着 真的哦 那一段 我觉得你说那个新奇那个时候 嗯 就前面那个新奇 那里就觉得 哦 我帮我好喜欢那一段那个声音 开心 新奇 这两个字的时候出现 我都觉得哇我喜欢那个声音哦 嗯 是你当初创作这首歌的背景是什么 哇我那时候其实是从那个副歌的那个哼唱开始出现的旋律 嗯 然后我自己也看到很多画面 例如说我说 例如说在大海上漂流的人 然后看到了海豚 好像是在这个很孤绝的地方 终于找到一个同伴 然后有人可以陪伴的感觉 或者是在荒原上的异乡人被这个世界给接受了等等 有时候你觉得你自己不被认同 可是感受到好像被理解或认同的那个当下会有一种很幸福很珍贵的感受吧 嗯 想要写的是这样 我觉得就以拿感情来说 可能你在遇到一个你觉得很重要的伴侣的时候 也会有这样子的感觉 你觉得你们是可以互相陪伴跟理解幸福的感觉 嗯 但是很多人可能在感情之中 最后只会记得分开的那一个不好的部分 嗯 但是会忘记在你们相遇的那个当下 可能有我刚刚说的那一种 突然觉得好像只认出你很特别的 的 的 的互相可以陪伴的人 所以 这些 这个当然就是痛苦是一定会发生的 只是如果你 还记起那一些画面的话 你就会知道说 事情都是整形的 嗯 就没有 没有 没有哪一个部分需要被删掉 嗯 没错 嗯 它不是一个很极端的结局 对 它其实一段故事的过程都涵盖在里面了 对 它算有头有尾的 对啊 所以你自己有回想到你过去的一些经验吗 对啊 就是 你去综合来看 你会觉得每一次分开分开 然后 好像都会记得一些不太好的 嗯 的感觉 那些事情 对 但其实美好的事情还是有很多 那 可能当下真的是没有办法 嗯 但是 时间拉长来看 你看到的 或许感谢会更多一点 所以也有听众就跟我分享他自己的故事 其实我很喜欢的是 有时候我不会很想要太多诠释说 为什么我要做这个歌 或者是我在写什么 嗯 因为我觉得写出来 交出去给听到的人听 他可能就已经有自己的故事产生 我觉得这个是更重要的 你觉得那个共鸣更重要 对啊 而且其实 他听进去 他就是属于你的一部分 所以其实你想要 怎么去跟你自己的生命间的连结 都是很自由跟很欢迎的 嗯 我最近就会收到大家 听的 回馈 回馈 嗯 就是说这首 有人就说 他刚开始第一遍听到的是伤心 对 再来听到的是感谢 啊 是 那我就觉得很棒啊 就是大家 每一次听都不同的感受 对 其实我觉得 嗯 我有听过一句话是说 嗯 很多的关系 或是很多的故事 你最后只会记得 开心的部分 嗯 嗯 跟你一开始的解释比较不一样 对对对 但是我后来想一想 我觉得对 这算是一个过程 嗯 一开始我们记得 可能是这个伤心 对 但可能试过近期以后 我们记得是开心了 对对 是不一样的感受 嗯 嗯 这首歌有一个MV 嗯 其实我们今天跟夜莹的专访 有影像版 只要在YouTube搜寻纪念的 记得瑞舍瑞就可以找到了 嗯 这个MV我觉得 哇 我看上去我觉得画面一直好辽阔 对 我很喜欢这支MV 你最喜欢哪一个场景 哦 我觉得那个有一大堆 呃 鱼缸跟奇奇怪怪的花的那个山崖 我觉得很漂亮 很喜欢 哦 你喜欢那个很缤纷的感觉吗 嗯 奇幻感 奇幻感 嗯 是 那是你在拍摄MV最喜欢的一个场景了 好像是 是 其实最近我有听到你说过 你很多的创作 嗯 都是从你的梦境而来的 对 我还蛮好奇的 你可以形容一下 你有哪 哪些梦境的画面吗 你比较印象深刻的 我觉得不是说 我做了一个剧情的梦 然后我把它写出来 而是在那种 像在做梦 半睡半醒的状态 我就会有歌词 或者是歌曲的灵感 嗯 甚至是那个编曲的 的声响也会出现 哦 它是突然间 完整的结构 嗯 就是 它就像是一个已经被做出来的东西 就在我脑中想起 嗯 是 所以这张专辑当中 有从你梦境而来的歌曲吗 我几乎都是在这种 很dreamy的状态下 写出来的 我自己的创作的话 真的 是 我自己很喜欢这张专辑 是因为我觉得 这张专辑是很有生命力的 是有灵魂在里面的 我觉得这是你赋予它的 谢谢 那我们接下来来一起收听 谢谢你总是让我伤心 像大海上 晃啊晃的心存着 看见了海豚 开心 虽然你总是让我伤心 我还是一样爱你 在孤岛上 安静堵出了一声 出现了过客 心机 未经许已退 global 虽然你总是让我伤心 习惯我还是爱你 像谎言上没有梦的异乡人 被世界接受了珍惜 虽然你总是让我伤心 我还是一样爱你 虽然你总是让我伤心 下一半四起 你转身离去蓝地 我还是一样爱你 像独占你目光所有主意 被愁爱愁认同的心窒息 你是我变好的目的 也是我的恐惧 我们都是去过深爱的人 感受心碎裂的时刻 却一次一次奋不顾身 我们都放下过爱上的人 话语还有其他可能 还有谁如此独一无二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 谢谢你总是让我伤心 每个陪伴过的你 守候那些怦然心跳的回忆 就不必练习忘记 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歌曲是 就是爱着如此奇怪的你 其实一开始听到这首歌 我搭配MV一起看 我觉得哇好梦幻哦 虽然看到最后有点晕了 那个水波纹 为什么会想到要从鱼缸的视角呢 是跟导演讨论的结果吗 这其实是导演的灵感 他就觉得说 因为从你困该笑的那个画面 就是在鱼缸里面 所以他就是用鱼的视角来 来在这两支MV里 然后鱼就是有点像是一个 很安静的陪伴 他就是在旁边旁观着 他的主人也好 或者是你困该笑里面 他是小女巫的生活这样子 是小女巫啊 对啊你没有发现他在煮药吗 滴了几滴颜料那个进去这样 各式各样东西丢进去煮啊 我有看到口红 他在调魔药 是 最后他拿了一个小瓶子 装了鱼缸里的水 对他装了药 这是他的魔药 是 所以这首歌让你来介绍一下 这首歌其实讲的就是 因为有很多人可能都会 因为自己的敏感或自己的奇怪 觉得很自卑也好 或是很在意也好 但其实 这个世界好像也没有人真的是 所谓的正常人 我曾经有听过一说法就是说 他说正常人就只是大部分的人而已 但其实大部分的人都有自己奇怪的一面 所以你其实也不用因此而感到觉得有什么问题 或者是担心别人会因此不爱你等等 因为不管你是怎么样子形状的人 一定都会有跟你频率相近的人 懂你跟包容你 而且你也要当就是可以这么样支持自己的人 所以这首歌其实你可以说这是对某些人唱的 你也可以说其实是要对自己唱的 也算是送给自己的一个礼物了 对啊 你刚刚那段话让我想到有一本书 是李慧珍老师的书 叫做成为自由人 那它的过程是在讲说 可能我们在前往一个领域的路途当中 我们会觉得很孤单 但是你越走越会发现 其实你是有同心者陪伴你的 对 我觉得有点像这样的感觉 我觉得做完这张专辑以后 让我有这样子的感受 因为创作的过程 我觉得创作的人都是孤独的 因为它算是你脑海中的东西 然后在具象化 可是创作之后的聆听跟分享 就是有同心者可以一起的 因为听懂的人可以开始跟你一起踏上这个旅程 所以我才会也觉得说 哇 那其实有时候我真的不用介绍太多 因为我觉得这反而会让大家的那个想象 被抹灭了吗 被我影响到 因为它就像是你看 假如我没有告诉你 可是你听到 其实你会有很直觉的感受对不对 对 然后我很喜欢你们有这些感受 然后告诉我 我觉得我们就可以互相印证我们的版本 对 因为我们所想的事情都是内心的投射 那你这样可以看到很多人不同心内的风景 这是很有趣的一部分 你透过大家的回馈 大家的回答 对 来看见每个人心中的景色 对啊 所以大家有什么样的感受 我觉得都很欢迎跟我说 因为我也很好奇大家心中的景色 是在北欧还是在森林还是在大海边 我觉得很好玩 这首歌反而让我一直觉得就是想到西藏 哦 反正我一直想到那种青青草原的感觉 可能是因为这首歌当中我发现 我在Credit上面看到有应用到羊角 对啊 哇我那时候看到想说 诶这个是怎么样的声音 其实我没有很认识 是我特别去查了之后才发现 我觉得很特别 这是你自己想到的编曲方式 我在这首歌写的时候 我的第一个声音就是那个羊角 那个 然后我很喜欢这个声音 它在这首歌的每一个片段 记录都有出现 如果你认真听的话 嗯没错 然后我就觉得 它一定要是一个号角的感觉 然后在好像很昂首 阔步的唱着这一句 嗯 结果我刚好就认识了一个 挪威吹羊角的人 我觉得我就算是非常顺势而为的 的个性在这张展戟里 我就觉得那就是他了 我就是要邀请他这样子做 对 就刚好认识到了他 对啊 来吹这个乐器 没错 哇哦 其实我觉得以前好像都是注定好的 对啊 就是抓住 你只要 你要 你要察觉到身边的讯息 然后抓住那个sign 这好像又是一个灵性之路了 搞得好玩爱传教 没有了 观察生活的细节 其实我觉得 我还蛮好奇的 就是我很好奇夜影是从哪一刻你觉得说 你决定要往音乐创作了 其实常常大家这样问 我真的没有哪一刻要决定的 因为 因为我以前大学念的也都跟这个没有关系 但是我是有一刻 我真的突然有灵感写歌 在这之前我真的没有想过 然后我就觉得 哇 这这个是我自己 人生中第一次感觉 有一个事情是热切的 会让我觉得很兴奋 很期待 而且不求回报感 所以我就觉得 所以我想的不是说我要做音乐 就是说 我想要创造 我想要创作 是这个想法 然后才一路 好像开出了一个奇妙的 长出一个职务 一个领程了 对 我昨天听到你的直播当中呢 说到你曾经创作了一个 一首歌叫未知 对 这是你音乐的启发 你听完直播有什么想法 我觉得灵性这条路 是我自己可能在 我从应该算是17岁开始 比较了解 真的假的 那你算你很早了 那是我高二的时候 我们先把位置讲完好了 好啊 位置 位置是你音乐创作的一个起点吗 因为我就觉得说 为什么这个世界看起来 每一件事情 理所当然的样子 可是它明明就超不合理的 你看 例如说我记得我那时候 就是经过那种 很多店铺 然后看到有人在卖车啊 然后在煮饭啊 然后又在 我就会想说 为什么大家都会知道说 好我这辈子选择 我现在要当一个 业务员也好 我现在要当一个 做菜的人 等等 就是 那个moment是什么 然后为什么我没有 这个想法 我觉得我没有这个位置啊 然后我就觉得好像这个洞 就是已经挖好 每个人都知道要跳下去 可是你真的知道你跳得对吗 那我觉得我好像找不到 我要跳下去的那个洞 所以我就很焦虑 你找不到那个驻足的点 对那是我 那个时候也是还在念书的时候 我就觉得很迷惘 所以我不知道就是在听的同学们 或者是听你的听众们 就是有没有这种恍惚迷惘的时刻 我相信一定是有的 没错 就觉得生命是没有重心的 所以我就写了那一首歌来纪念一下 我那个很失重的感觉 对啊 这首歌你现在还会拿出来听吗 很久没听了 我可以小剧给你们听 好 我想我唱的是 走啊走走啊走 没有一丝怀疑 然后什么什么主歌 然后再 我的位置啊 位置啊 位置啊 属于我的位置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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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有人听过这首歌耶 天哪 唱给你们听 没有人听过 出舞台 真的 不像别首 我今天只唱这首 这是debut 是 现在在录音室没有来宾请掌声这件事情 真的 我人生第一首歌 大家自己配和弦喔 自己回去抓这样 脑中脑补 所以我当初听到说 你创作的位置这首歌才觉得说 所以你是从这个时候开始觉得往音乐创造这条路吗 我就觉得我喜欢写个我只想做我喜欢的事情 就决定要任性一回这样子 我觉得任性的很对 真的喔 我真的没有想说什么前途啊 然后赚钱那些事耶 我好像不是很 我以前好像真的不是很在意这些事情的人 我比较在意那种什么 那个什么 嗯 人生实践金字塔吗 有 你说最低底层 是先满足你的温宝 对对对对 然后最上层是什么 自我价值的实践吗 好像是那一个 我好像我的人生目标 好像都是在那一块围绕 所以我那时候想写歌 就只是为了这个目的而已 满足 满足我的艺术创作的想法 哇 是 我觉得你有实践到这部分 听起来就是疯了 是 其实我很好奇是 你当初我第一次听到 你演唱的时候 那一天 你有分享到 你去找任明信催眠这件事情 哇 我觉得好惊讶 因为我有看到 其他人也有去找任明信催眠 真的吗 你也喜欢任明信 我很喜欢他 那时候 从高中 我就有在关注他的一些文字 文青 所以我让你来分享一下 好了 你觉得催眠那段过程 你最大的收获是什么 我觉得催眠就只是帮 用一个工具一个途径 如果你昨天有听我直播吗 我有讲到说 就是这一切的去认识自己啊 所谓的觉察好了 嗯 就只是透过某一种方式去让你静下来 然后跟你自己心内的声音 还有直觉更连接起来 所以其实催眠也就只是这样子的方式 嗯 所以其实每一个人在探看都是自己的某一部分 那催眠就是很潜意识的探索 但你最后得到的结论 你其实是可以从任何一种属于你舒服的方式去达到的 嗯 是 当初你会想去找他催眠的动机是 你自己想去找他 没有啊 他找我 哦 真的 他就只是没有白老鼠 他刚拿到执照 想说你要不要给我猜一下 是 因为你们2019年合作过CDR做 对 他没有用这么白痴的语气 这是我的 他本人很震惊 这是你的版本的 是我版本 我跟明星是蛮好的朋友 是 对 所以你们是因为当初合作才认识吗 哇 其实我原本也是他的书迷 然后我的好朋友也是他的朋友 所以我们就认识 然后一聊就发现我们都很喜欢讨论这一种 这种比较精神性的话题 对啊 是 所以才变手了 对 没错 我们接下来要介绍到的歌曲是 自己的房间 嗯 是在描述你的房间吗 是我的房间 所以你是在房间创作的 对啊 因为我一直在外面租房子嘛 租在 不管是跟有室友的 或者是自己的套房 所以我就觉得 我其实也很像是一个 流浪的人 游牧民族的感觉 然后每一个房间都有给我不同的回忆 不同的灵感 然后所有的歌都是 几乎都是在房间里面写出来的 所以 写一个歌来 赞颂我的房间 嗯 是 你刚刚说到自己也像是一个游牧民族 嗯 我觉得这一点蛮特别的 这算是一种流浪吗 我觉得 嗯 算是吧 就是一直都在一个变动的状态 可是其实 我觉得 你最不变的事情就是一直都在变动 嗯 对对对对 那房间一直不停的有好几个不同的房间的转换 就是一个很直接的变动 嗯 展示给你看 对啊 自己的房间的开头有一些声音 嗯 这是小孩子的声音吗 那是猫 猫的声音啊 你发现那是猫 哇 这是猫的声音 我的猫真的做猫太失败了 所以这个是你自己去收音它的声音 崩溃 对 哦 对 你完全记录你房间里的任何大小声 其实这个好笑就是 我原本我的猫叫贝贝 然后他就是很不乖 我叫他叫的时候 他就偏不叫 好像叫得很难听 所以后来我就只要去借我朋友的猫 叫松松叫他叫 你去借猫 对因为他就是很爱讲话 是 所以前面那个其实是借来的 因为我原本的猫就是被我换叫了 就是太不OK 是 对 所以你录了别人的猫 我录了别人的猫 原来 但是还是呈现出了你房间有一个猫身 对 完成了自己的房间这个作品 在你的房间创作 描述你的房间 其实我刚跟你谈到催 我还蛮好奇 你自己对于说 接触灵性这一块 你自己最大的改变是什么呢 我觉得就是比较接受自己是怎么样的人 因为以前你如果没有很清楚知道的时候 你就会一直想要去成为一个不像你的人 然后会有很多想要抓住的事情 当然就是这些 就是执着还是什么的 还有你人生的困境本来就是会一直不停的出现 只是你比较清醒的时候 你就会发现说 我个性就是这样 然后我知道要怎么搞定自己 所以 因为每个人心内都有一个宇宙嘛 然后像例如说 我可能如果属于一个情绪比较容易动荡的人 我就会知道我现在处在什么样状态 然后我要怎么样静下来 然后我的生活的感受会过得比较好 我会活得比较好 我觉得这是接触所谓灵性带给我的收获 是 其实我觉得灵性的接触这条路啦 算是有很多的道路 它有很多的种类 可以这样讲 那我自己看到你的歌来分享这些比较关于灵性层面的事情的时候 我就想到说 我刚跟你说到我十七岁的时候 我就在学校的书展 学校有一个书展来我们学校办一个书摊 可能就想卖学生赚钱啦 然后呢 我就刚好录过一本书叫做我们真的有灵魂吗 我就想说你怎么可能没有啊 拿起来随手一翻就哇不得了 我就觉得我踏入这个世界 真的喔 对我觉得这本书还蛮棒的 也分享给你 那我觉得这可能跟你认识的灵性层面有点不太一样 它反而是讲比较多关于灵魂方面的事情了 你说叫我们真的都有灵魂吗 我们真的有灵魂吗 一个橘色的封面啦 OK 也分享各位听众朋友 好啊 是我觉得这本书也带给我蛮多的启发 那之后可能我又看了其他的书就觉得 互相印证之后发现说 好像真有这么一回事 对这是我自己在灵性上面的觉察 我觉得它反而会解答你内心的一些不谅解 很棒耶 我觉得很好玩的是因为 就是专辑出来以后 然后很多人会开始跟我讨论 就是灵性这件事情 但是我想一想我也觉得 如果一直只是讲灵性灵性 听起来很抽象 所以它其实应该是要被具体实践在生活 例如说某一种觉察 或是你某一种心情 或是对于很多事情态度上的改变 这个好像才是所谓灵性实践之后 得到的一个结果 比较具体 比较看得见的是什么东西 就不要一直停留在头脑上的那个想象 我后来觉得是这样 因为大家就会开始一直跟我聊 之后我就觉得 对我们如果一直聊 就是在精神层次的感觉会很飘 好像也不知道在聊什么 对就没有实际的印证到 反而会觉得说 虽然了解了 但是我的生活好像一成不变 对没错 但是你觉得你自己有获得这个改变 就像是昨天我也讨论到这个主题 然后讲到说其实就是 从无到有的创造这件事情 也是你去探索灵性一个非常好的做法 就是一个行动 执行这件事情 对 听你内心的声音 你内心越来越清澈 然后想法越来越清晰 越来越认识自己的话 它就是一个很灵性的事件 或者有灵性的生活 就是好好吃饭生活 我觉得其实它会 冥冥之中冒出很多巧合 在你的生命当中 听说你在拍催眠 MV的时候 你跟导演讨论的过程也是不谋而合 对啊 完全不需要就是做什么修改 是 你们当初的想象是 当初的想象就只是 想象什么啊 想象 其实应该是 想象的那一个世界观 还有 因为大家如果去看完MV 你就会知道里面 其实看起来蛮奇幻的 没错 那我觉得它拍出来的 就是跟我自己 音乐上面画面的想象 就是是完全很贴近的 嗯 是 对啊 所以最终呈现就是你脑海中的样子吗 嗯 是我很喜欢的样子 哇 催眠这首歌 所以催眠这首歌是因为任明性的催眠体验 让你有了这首歌的创作灵感吗 嗯 算是 嗯 所以歌曲当中 其实我看得出来 好像你有描述一点 算是你催眠时候看见的画面吗 对 哦 你都写在歌曲里了 对 我写在 我写在歌曲里 然后也可以跟大家分享 是因为我 我写了一些 关于我创作背后的故事 就是 更多 秘密也好 或者是更长篇幅的 然后因为都很长 我就怕我讲 分享不完在一个节目上 所以我就把它 放在一个连结里 大家可以去我的IG主页 找到这个连结 点进去你就会有神秘小礼物 可以知道我的秘密 哦 神秘小礼物 对 大家去看一下 是 催眠这首歌的催 其实是催泡泡的催 对 它不是我们 看到催眠那个字面上的意思 为什么会改这个字 我觉得催比较优雅的感觉 哦 是 哦 有什么吗 可以吹过去的感觉吗 没有吹你的感觉 就是吹 哦 是 我觉得今天 大家一定要收看影像版 我觉得刚缅影的表现 真是太可爱了 刚刚跟大家有说到MV 也不要忘记去看催眠的MV 是 我觉得 哦 你的MV画面都 非常的壮酷 嗯 你自己有这样的想法吗 可能跟我音乐 想要表达的感觉很像 嗯 嗯 跟你音乐想表达的很像 对 其实我有看到一个文章 算是专栏文章 有说到你曾经是有师生的情形 对 那段日子是 哇 其实这个真是好长的故事 大家点进连结看 一样是连结 因为那个连结有一整篇都在讲 我那时候师生发生的前因后果 嗯 我很希望大家可以去你知道 看一个这么你知道 很细细的文章 很细细的版本 因为我觉得 我很绕的说完 好可惜这个精彩的故事 是 你要简单的跟听众朋友们分享吗 对 就只是 嗯 我觉得声音啊 就反映着你内心的状态 嗯 对于我来说是 因为我又是一个歌手 所以当我可能 没有好好真的去表达 自己心理声音的时候 我的声音就被剥夺了 所以这是我在这件事情上面 得到的 的 体会 嗯 所以我才开始更加去认识 我的心到底怎么了 嗯 所以我觉得这 后来回来看 真的像一个礼物一样 不然我不会这么认真去思考 你不会去正视你自己的内心 内心 对 所以我才会花一整张专辑 来讨论我的心 就是讨论每一个人的心 你要去了解自己的心 了解自己 嗯 很重要 是 刚刚说到催眠这首歌 我觉得有一个很特别的事情是 你在里面加入了一个 17赫兹的声音 对 这个是什么声音呢 就是一个第一瓶 要来催眠 大家改破脑波意识的声音 哦 是 嗯 当初为什么有这个想法 想把它加进去 就真的是想要共评 然后改变脑波意识 嗯 这样就会有催眠的感觉啊 哦 所以在听这首歌的时候 也会有催眠的感觉 对 哇 我觉得叶颖很多话 都已经注入在她的音乐里了 没错 我们一起来听听看 她的这首歌 催眠 嗯 嗯 嗯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作曲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作曲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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 曲 李宗盛 李宗盛 啊 你就烂入这个元素 没错 其实我觉得你这样专辑当中有蛮多那种民族风的编曲 对 或是一些编制 嗯 是 这是你本来就比较偏好的曲风吗 我就很喜欢这样的东东 你看我上辈子是什么边疆民族 是 你听到这种音乐会比较有感吗 很有感啊 我从小好像就是这样 嗯 你听到这些声音的时候 你听到这些声音的时候在你心里的画面是什么呢 像爱音这个我会在那种夜深的森林里面有湖泊 哦 这是我心中的画面 嗯 我觉得还蛮失忆的 嗯 是 其实我觉得在听你的歌曲当中 如果边搭配这些歌词来看的话 对 我觉得你的文字是很美的 嗯 鼓励大家现在听歌还是要看歌词呢 哈哈哈哈 可以仔细看看夜莹的歌词 嗯 我觉得你在里面也花了很多功夫 没错 因为对我来的时候都是很重要的事情 嗯 歌词方面是你觉得平常越读累积越来的吗 嗯 这个写作的方式 哇 我觉得在写歌上面我就尽量不要掏公司 就真的比较是心里面想到的感受到的灵感 让它诚实的写下来 嗯 诚实的创作 对 其实我觉得不论是音乐还是哪个领域的创作 我觉得这个真实是完全可以传递给读者或是听众的 嗯 是很明显的 嗯 所以我觉得在你的音乐当中可以看到这个很真挚的部分 谢谢 这是一件很感动的事情 嗯 那我们接下来要介绍到的是给一点温暖 其实在第一次听这首歌的时候 我觉得我有鼻酸 真的 给一点温暖 嗯 这个温暖究竟是什么呢 嗯 我很好奇夜莹自己对温暖的定义是什么 因为我一直在想 我为什么听这首歌会觉得鼻酸 嗯 嗯 那是不是当中有一份我觉得跟我有共鸣的事情 对 我突然间觉得对耶 其实在做很多事情的当下我也是想要给予的 嗯 我觉得那是一件很简单的一个初衷 对 就只是单纯的觉得想给予 嗯 好像我的存在有了一点意义 嗯嗯嗯嗯 这样的感觉 嗯嗯嗯嗯嗯嗯 好像其实有时候您要透过给予才会感觉到自己的价值 嗯嗯 这件事 这件事情 所以 我觉得能够给 作为一个创作人来说 能给出的就是作品跟音乐 所以好像 也是在这么单纯的 想法之下 想要给出去 我写的时候在疫情期间 就是在觉得整个世界很孤绝的时候 整个世界真的静下来的时候 对啊 你写了这首歌 给世界啊 给别人给自己都是 是 完成这张专辑之后 像你说 给了一点温暖 这样的歌曲 有没有受到 比较令你深刻的回馈呢 就其实蛮多人是 就是这首歌因为很近 所以是要在很安静的时候听的 没错 对 所以确实是蛮多人说 听这首会很想要落泪 你也有受到这样的回馈 对啊 我看到这个歌词当中有一句话 写说把爱留给心里的小孩 对 你心里有这样的小孩 我觉得你 你不觉得有时候 我们都比较容易对别人宽容 可是对自己很 很严格跟很残忍嘛 你心里常会有 就是各种批评 质疑 怀疑自己的声音 然后你想象那个声音 如果变成你身边的一个人 他就是一个整天在骂你的人 你不会觉得他真的很讨厌吗 然后你不觉得你心里的那个小孩很可怜吗 你整天一直被批评着 所以就是把爱留给心里的小孩 我是在讲这个 你觉得每个人心里当中都有那个最真实的自己 对啊 他是需要被鼓励跟被爱 不是一直被责怪的 是 其实我蛮相信你在创作这些歌曲的时候 你内心是有这个画面的 对 在写这句歌词的时候 你自己有想到你心里的小孩 小夜影 小夜影 你心中的小夜影长什么样子 跟我现在长蛮像的 只是很小 个性更差 个性更差 但你还整天骂他的 他能负担吗 我觉得好可爱哦 小夜影的概念 对小夜影 是 跟每个人心中都有这个迷你的自己 对啊 但是也是很纯粹的 是 其实说到这首歌曲 我一直觉得 温暖是一件很难说完整传递的事情 但是好像行动之后 他就很自然而然的发小 对 是 你觉得你在生活当中感受到过哪些温暖呢 哇 我身边温暖很多耶 哇 对啊 我被他们陪伴着也是很温暖的事情啊 是 我出来上通告都像出来玩 还有酒可以喝 向外教学吗 温暖 是 有点像是生活当中的小血信 都是这份温暖 对啊 很多的编制都还蛮具有挑战的 所以也蛮想问问看叶瑩说 你目前对未来 还有哪些想要挑战的事情 挑战母语专辑啊 母语专辑 我有在声明之中有听到你说你是客家人 没错 是 所以你的母语是指客家化吗 客语超难的 绝对是一个大挑战 所以我再来如果挑战的话 我觉得就是 也会是一个很帅气的成果 好期待耶 因为我很好奇 如果你又会用客语把这些 你会的编制运用进去的话 哇 太奇幻了 绝对OK的 这是未来想挑战的事情 Yes 用客语来创作 但我现在最想focus就是 此刻当下的表演 此时此刻的表演 对 今年的各种计划 7月22号的时候要在台北Legacy 是 7月24号的时候要在高雄LiveWare House 就只有这两场而已 所以是很希望大家可以来现场看的 不然真的好像很可惜 因为以后也不知道什么时候会再见面 是 有点像是回归到我们刚刚前面讲的 把握每一个当下了 对啊 是 每一个见面都是一份珍惜 对 那接下来要介绍到 一首我自己在这张专辑听的时候 我觉得 听着听着蛮开心的一首歌 嗯 叫做Spark 好 这首歌的简介说到 你说活着的课题是 要承受被讨厌的勇气 嗯 怎么说呢 就是你太容易在意别人的感觉 有时候就会让自己的感觉很不好 嗯 所以要有被讨厌的勇气 也只是 你要有时候把自己的声音给放掉吧 嗯 最后最后夜影有没有什么话 想要送给听众朋友呢 支持你的朋友们 我觉得往自己的内心寻找力量是很重要的事情 然后我们一起出发吧 去寻找心中的力量 心中的乐土 也欢迎大家来我的演唱会叫做Spark 然后它是我心中的一个最美好的存在 所以我会用这样子的方式去与你们分享这个世界 嗯 在哪些平台可以找到你呢 在我的IG Facebook 但我IG好像更新的更多 然后我觉得建议大家第一步可以去点我那个连结 可以听听看我的创作故事 有非常多好玩的事情 然后再来就是我们在现场相见 我觉得很期待看到大家 很期待与大家见面 嗯 刚刚前面有说到 我觉得夜影的专辑是非常具有生命力的 嗯 我相信许多听众朋友听了一定都会有自己的画面 都会有自己的感受 没错 因为我觉得这些声音太丰富了 嗯 是非常有建构画面的能力 嗯嗯嗯 我自己非常喜欢 也送给各位听众朋友 嗯 非常谢谢夜影今天来到倾听事务所 也非常谢谢各位听众朋友的收听 那我们下周再见咯 拜拜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